由丹一,3月24日,泰国将举行自2011年以来的首次大选。 自泰国军方2014年,政变推翻为泰党政府以来,军政府已将大选推迟六次。 在军方、政党、民众等各方构成的复杂博弈中,泰国的政局走势及大选结果充满变数。 全国共5100万选民投票率,预计超九成,即将于3月24日举行的泰国大选。 是泰国军政府统治,近五年来的首次大选。 同时也将是新国王继位以来的首次大选。 资料图 3月17日,泰国全国各地已登记提前投票的选民。 前往左带投票站投票。 中西市记者王国安社。 据报道,全泰国共有约5100万符合条件的选民。 泰国曼谷大学研究中心,16日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, 近97%的受访者表示,打算在大选中投票。 24日,投票站将在当地时间,早八十至下午五十期间开放。 较往年的选举延长两个小时。 麦谷警总署表示,准备增派8000名警员, 维护6000个投票点秩序。 根据现行选举制度。 泰国选民将在新一轮大选中,选出500名下议院议员。 在由当选的下议院议员, 与全国为时和平秩序委员会指派产生的250名上议院议员。 联合投票选出新一任总理。 根据选举委员会安排, 已有260多万选民, 在3月17日提前投票。 这些选票将封箱后将送至曼谷。 待24日投票结束后一起统计。 初步的计票结果, 预定在24日大选当晚公布。 但最终的正式结果要到几周后才公布。 泰国军政府宣称, 本届选举是还政于民之举。 有分析表示, 如果选举顺利进行, 将有助于缓解泰国社会多年来的紧张对立。 泰国政党新老对决谁将问顶总理大卫? 据泰国选举委员会公告。 此次选举有44个政党, 提名了68名总理候选人。 既有老牌政客, 也有政坛新秀。 泰国媒体报道, 参选政党虽多, 但真正有实力的政党只有四个。 其巴育代表的公民力量党, 苏达拉代表的魏泰党, 阿批什代表的民主党, 以及塔曼通代表的新未来党。 资料图, 泰国前总理阿批什。 从成立时间来看, 这四大政党分属老中右三代。 民主党成立于1946年, 是泰国历史最悠久的政党。 在曼谷、 泰南等地, 以及泰国中上层社会中, 具有较大影响力。 阿批什于2008年12月就任泰国总理。 在2011年泰国大选中, 扮给为泰党总理候选人英拉。 为泰党成立于2008年。 但其政治渊源, 却可以追溯到泰国前总理他信, 于1998年建立的泰爱泰党。 蔡梅称, 该党在泰国中部, 北部和东北部农村地区, 拥有广大支持者。 苏达拉在英拉政府时期, 曾担任内阁部长。 国家人民力量党, 由先总理巴育政府的四名前内阁成员组建成立, 被外界认为是代表军政府势力的政党。 资料图, 泰国总理巴育。 而年轻的新蔚来党在2018年3月才成立, 创办人之一是泰国最大汽车零件制造商高层, 39岁的塔曼通。 他毕业于纽约大学, 表示参政是因厌倦了泰国洪黄两人的政治斗争, 认为泰国选民有权做出不一样的选择。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, 由于军政府实质掌握上议院250个议席, 且民主党、 卫派党和新未来党, 目前都没有把握掌握下议院500个议席的过半多数。 因此多数选情分析各党可能共组联合政府, 手投足或左右大局低收入选民, 影响不可小觑。 在本次选举中, 约有700万名手投足。 有分析称, 他们的投票取向足以左右大局。 另外, 泰国超过一半的选民, 属于低收入者及农民。 他们也成为各政党拉票的物件。 泰国的法定投票年龄是18岁。 但由于自2011年后, 未曾举行有效选举, 约有700万名18岁至25岁年轻人将是首次投票。 占总合格选民的14%。 资料图 3月17日是泰国大选提前投票日。 选民在曼谷Satachek区投票站排队投票。 中心设计者王国安社。 此前的调查显示, 在18岁至40岁的选民中, 近60%受访者表示, 更关注各政党对处理经济和教育问题的证件。 只有15%人表示, 会考虑政党之前的政绩。 面对大量青年选民。 泰国朝野政党首次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竞选。 巴育在2018年10月, 在社交网站脸书和推特上开设账户, 表示希望与更多民众沟通, 传递政府施政方针。 对于低收入选民, 各政党试图通过调高农作物价格, 以及可负担的医疗保健, 来赢取他们的支援。 据报道, 每十名泰国人, 就有一人以向交业为生。 泰国南部的一名蛟龙表示, 无论是哪个政党, 只要是能提高交价, 就会考虑投票支援。 选前风波, 泰国王反对姐姐参选总理新未来党党魁遭指控, 此次大选前风波不断。 2月8日, 泰国国党提名泰王成姐乌温乐, 为总理候选人。 国王麻吉拉龙公, 连夜释出预令。 认为王室成员不应参与政治。 选举委员会随后宣布乌温乐没有参选资格。 资料图 3月7日, 泰国宪法法院判令解散泰国国党。 媒体及公众, 在泰国宪法法院外收看宣判实况直播。 中西社记者王国安社。 3月7日, 泰国宪法法院宣判, 裁定泰户国党违反政党法, 下令将其解放。 这意味著, 该党提名的282个国会议员候选人的参选资格立即失效。 泰户国党成立于2009年。 世卫泰党的游党, 乌温乐的参选风波尚未平息。 有关塔纳通的争端又起。 2月27日, 塔纳通和新蔚来党另外两名高层人员, 被控2018年在社交媒体直播时, 散布有关泰国军政府的虚假讯息。 警方要求检察机关, 以违反电脑法起诉他们。 塔纳通说, 这一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。 泰国检方表示, 将于大选后两天决定是否起诉塔纳通和新, 未来党另外两名高层人员。 完。